那么的话,我们前面学的呢,就属于什么呢? 前面学的这种属于原生戒而死啊,原生戒而死。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J. Corey啊,讲的这个是前段的一个什么,戒而死库啊。 这个库的话怎么样呢?它是,应该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库啊,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戒而死库啊。 因为这个库的原因导致怎么样呢?导致我们叫原生戒而死,有这个说法啊。 导致我们有这个原生说法叫原生戒而死,是吧? 好,那么我们原生戒而死里面实际上还有些东西,很多东西没讲啊,没讲啊,为什么不讲呢? 那么这里需要说一下啊,这些很深的东西,还有原生戒而死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没讲,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实际开发中可能暂时用不上这些东西,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就是这些原生的含有些东西的话,那么有些同学想继续深入的学习,是吧? 把它学得更好,是这样的啊。 我想很多同学是这么想的,是吧? 但是这个还有一些深入的东西是,我们在学习到工作一两年之间这个范围之内,可能暂时用不上。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原生戒而死里面还有一些深入的东西可以用来干嘛呢? 我们自己拿些东西来写我们的戒而死库吧,写一些什么很深入的函数吧,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有没有必要呢?就是暂时在我们上班一两年之内,到现在学习这个期间之内,可能就暂时没有必要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J.Corey的库,这个库的存在啊,导致我们没必要做这个事情啊。 好,这个原生戒而死,到什么时候大家可以用到呢? 就是这颗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里面还有一些面向对象的东西,是吧? 还有很多深入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呢? 就是在你们公司什么呢?啊,发展到一定时候怎么样,想追求高大上的时候怎么样,想自己写一个J.Corey的库,想自己写一个J.Corey的库的时候,那么你有幸被写入去做这件事情,是吧? 比如说你,你吹嘘你的原生J.Corey很厉害,啊,那么你有幸被写入去做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你才可能会用上这个原生J.Corey里面很深入的东西啊。 一般这个原生介绍很深入的,基本上用不上,因为什么呢?有这个J.Corey库的存在,啊,这个J.Corey库是怎么回事,它怎么样呢? 它这个J.Corey库怎么样,现在是全球有46%的,46%的网站都在用这个J.Corey的库,啊,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写好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J.Corey库,里面很多功能的话,很多函数,我们可以拿来直接用,用完之后怎么样呢? 可以加快我们的开发效率,是吧?加快我们的开发效率。 所以说我们很多项目是怎么样呢?直接用这个J.Corey库,啊,包括大家如果后面出去的时候,做项目也不是用原生的,我们前面学的原生介绍,是吧? 也不是完全用原生J.Corey库来写,要么的话,你出去工作的时候,要么用J.Corey,啊,要么用J.Corey,要么用什么?要么用公司自己开发的J.Corey库,比如说你去BAT工作,他们有自己的J.Corey库,是吧? 也不是用原生的,或者是什么呢?其他的小公司,一般都是用J.Corey,包括你们后面做了一个web项目,全部用J.Corey,啊,而不是用原生J.Corey,是吧? 为什么不用原生J.Corey库呢?原生J.Corey库里面实际上它跟J.Corey库一样,它很多地方不兼容,实际上我们没有讲到不兼容的地方,比如说获取一个元素,然后对那个元素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说节点操作,比如说我塞一个元素进去,是吧?这些东西,那么在不同的浏览器里面都是不兼容的,所以说你要做一个节点操作的话,要写很多句,是吧? 请要判断各种浏览器,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话,我是这么写,那个浏览器的话是那么写,还有浏览器的话可能是更怪癖的写法,是这样的啊,要兼容不同浏览器啊,所以说你如果用原生建议来做一些操作的话,你要写一大堆代码,是这样子的啊,可能写完之后还不兼容,可能还会出问题,所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实际开发中,项目开发中是怎么样子的? 实际开发中就是,我们叫产品经理吧,产品经理,它也怎么样,也不建议你什么呢? 不建议你使用这个原生建议,为什么呢?因为你写的原生建议,写的一段代码,可能就你自己测过,然后测试人员测过,是不是这样子啊? 可能就几个人测过,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肯定是不安全的,万一有bug怎么办呢?是吧?万一有bug,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很危险了,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JQuery这个库,为什么可以用JQuery这个库来做呢? 这个JQuery这个库的话,全球有46%的网站在用,是吧? 那么全球相当于是有什么呢?有几十万人在测这个库吧?我在用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碰到问题啊? 碰到问题,是不是会上报啊?那么JQuery本身有个网站,它会接受这个上报的一些bug,然后修改,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用这个JQuery库里面的函数,和相对于用你写的这个原生建议,写的一个建议的函数, 那么JQuery是不是更安全啊?更加稳定啊,是吧?更安全,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做项目的时候,更加怎么样呢?更加趋向于用JQuery库,而不用你原生写的这个建议的函数,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实际开发中,大量地使用这个JQuery,大量使用JQuery。 然后JQuery这个库的话,怎么回事呢?它是什么?它是前后台通用的。 就是后档程序员,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厉害的后档程序员,它也是一个JQuery高手。 绝对是一个JQuery高手啊。 因为后档的这个JS代码非常多,非常多啊。 JS代码就是用JQuery写的啊。 那么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JQuery本身就是JS,是吧? JQuery本身就是JS,啊,这样子啊。 那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JQuery认识不深啊,有些学前端的人,是吧?他自己自学的。 他说JS,JS不就是JQuery吗?是吧?他是这么一个认识,是吧? 因为他直接学的JQuery,没有学原生的啊。 那么说,我们学这个原生的JS有什么用呢?是吧? 有什么用啊?有一大用具啊。 那么第一个用词的话,就是因为JQuery本身是JS, 所以说很多语法的写法跟我们原生是一样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学原生的话是怎么样呢? 是学这个语言的基本的一些使用,是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怎么呢?我们面试中会考到很多原生的东西,是吧? 比如说我们学的一些素质的方法,自不算的方法,是不是会面试会考啊? 是吧?所以说我们也讲到了吧,啊,也讲到了啊。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生的话,为你打一个基础吧。 那么的话,就是在外面做这个前端,是吧? 在公司里面做前端,是怎么回事,是吧? 那么大家如果想吹嘘自己的前端很厉害的话,怎么吹嘘啊? 我懂原生见识,我比你牛,是吧? 我懂原生见识,啊,一般喜欢这么吹,是吧? JQuery,这回大家都会啊,太简单了,是吧? 大家都会,但是我会原生的,是吧? 但是原生又不用,是吧? 只能拿来吹嘘啊,吹嘘,是这样子的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是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原生的话,就是有三个作用啊。 第一个是打这个见识的基础,是吧? 第二个是应付面试,第三个是给大家增加资本,大家懂原生的是吧? 懂原生见识,是吧? 你说原生我也懂,是不这样的啊? 但是你说开发的话,是吧? 那么就要学什么?JQuery,啊,这是我们要,为什么要学JQuery,而放下什么呢? 这个原生的,深入学习的这个原因,啊,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现在学,既然是原生的东西,再深入的东西的话,暂时没有必要,啊,确实是这样子,暂时没有必要,啊,这是真实的情况啊。 包括,那么我认识了很多这个,从什么,前单学科出来的,学了四个多月的这个前单的人,我认识了很多,是吧? 他们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们学原生见识,学的非常多,就是把方方面面都学到了,是吧? 那么实际项目开发中,怎么开发的? 先用了大部分,大概是两三个星期的原生见识,写,然后的话,马上怎么样呢?就开始恶补JQuery。 开始恶补JQuery,就买本书拼命的看,因为用原生见识,写的太慢了,你明白没有?写的太慢了,而且要做很多兼容,是吧? 做很多兼容,写的太慢了,写完的东西,可能这个产品经理还通不过,要打回去重写,是这样子的,是吧? 所以说怎么样呢?那么就是,他们就开始恶补JQuery。 所以说,他们学的原生见识里面深入那一块,暂时派不上用场,是这样子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呢?就这么安排了,原生见识深入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想真的深入学习见识,大家可以什么? 工作过一两年之后,如果说你想深入研究见识的话,那么再去学这些原生里面更深入的东西。 那么到那个时候怎么样?你们是对程序更有感觉的吧? 比如说从面向对象到面向过程的这个什么呢?这个体会更深了,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那个时候再去学原生的东西,那个时候才是比较好的时机啊。 现在学那个,我认为是没必要。没必要了,真的是没必要啊。 我们前面三期的学生,那么这样学过来,也是没有感觉这个什么呢? 原生的深入的东西没学,没有感觉是什么?不够用了。 确实这种情况,因为项目中用的都是JQuery,是吧? 要么是JQuery,要么是公司自己带的什么呢?自己带的那个JS的库啊,不用原生的啊。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背景先跟大家要说一下啊。 那么的话,JQuery这个库的话是什么呢? 包括有一些大的公司啊,有一些大型的公司啊,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很知名的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是吧? 用自己的JS库啊,用着用着觉得不好用,怎么样?就敢用JQuery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他编写自己的建议式库的时候,编写上某一个模块觉得自己不想写了,怎么办呢? 觉得自己不好,不好,编的不好,然后把JQuery的一个模块把它嵌进来,当做自己的库来用。 啊,是这么用的。实际上用的还是JQuery吧。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大家,现在的话,开始学JQuery是比较好的啊。 所以原生那一块的话,大家放到后面学,好吧? 现在来花时间学的话,没必要,因为你们时间有限吧? 所以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在哪里呢? 先学什么? 学你们实际开发中要用到的,或者面试中要用到的,是吧? 这些知识可以帮你们什么? 找到工作,然后应付呢? 前两年的这些什么呢?开发的需求,是吧? 后面的话,如果真的有需要,再学那个既然是原生的深入的东西,好吧? 好,是这样子的啊。 现在学的话,可能你们,主要一点是什么? 大家要把时间花在什么呢? 该花的地方吧? 把时间花在倒楞上面,是这个意思啊。 啊,不要花在,你暂时你现在也有那个深入的东西,可能一两年不用怎么样,你又忘了吧? 是没用啊?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是我们课程这个安排的这个原因啊。 为什么只学了大概三天多的这个原生戒热,是吧? 只学了三天多的吧? 三天到四天啊,大概四天吧,是吧? 学完四天之后怎么样,就开始讲Jekory了,是吧? 是因为什么呢? 实际开发中都是用Jekory,或者是用戒热式的酷。 好,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给大家把这个情况说明白一点啊。 否则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戒热式这个原生的,怎么不讲了,是吧? 不讲深入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开个头吧,Jekory说一下啊。 Jekory的话,它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是运用最广泛的一个什么呢? JavaScript的函数库,啊。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GNS文件,是吧? 它就是一个GNS文件,而且是一个,怎么呢? 全球人都在使用的一个GNS的,啊,GNS库,是吧? 那么,排名一百,一百万的网站,是吧? 有百分之四十六的在使用,是吧? 这个覆盖率是非常大的,啊。 这个覆盖率非常大,啊。 而且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微软公司把它,当做什么,官方的库了,是吧? 当做官方的库了,啊。 那么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覆盖率呢? 肯定是因为这个GNS库怎么样? 它设计的很厚道吧? 是吧? 你想用一个产品,是不是这样的? 用一个产品,你用着用着觉得它不好用,你是不是就不用了,是吧? 那么GNS库实在有很多,有非常多的GNS库,是吧? 那么大家用着用着就不用了,最终敢用了什么? 还是敢用JCorey,是因为它怎么办呢? 设计的非常好,啊。 就是它的学习成本比较低,比较好学,是吧? 所以前端后端的学这个东西都很快,啊,都很快。 好,这关于这个,啊。 好,那么JCorey的话,它怎么呢? 它目前的版本是有1.X系列,是吧? 2.X系列和3.X系列,啊。 那么1.X系列的这个什么呢? 目前是兼容什么呢? 所有版本的浏览器,啊。 1.X系列是兼容所有版本浏览器,啊。 2.X和3.X是什么? 放弃了,低版本,啊。 已经放弃低版本了,就是我不支持什么, i16,i17啊,这些东西,我不支持了,是吧? 啊,就这样子的,啊。 那么的话,我们目前使用最多的还是什么呢? 1.X版本的,啊,1.X版本的,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GIS的库,是吧? 就是一个函数库,一个GIS文件,啊。 那么的话,用页面嵌入,是吧? 页面嵌入之下就可以使用,啊。 那么的话,JCorey的话,它的什么呢? 口号是什么呢? 就是写的少,做的多,是吧? 就是简化你的代码,啊。 简化你的代码,效率高,是这样的啊。 而且JCorey还有一点什么呢? 它帮你躺过了这些什么不兼容的东西。 比如说你写个函数,它就是兼容了。 里面不兼容的代码,它已经帮你写好了。 所以你不用考虑兼不兼容了,是吧? 这是不是很好啊? 不用你想这么多东西,啊。 所以要学这个JCorey库,啊。 好,来看一下这个JCorey的官方网站,啊。 先看一下,啊。 好,这是JCorey的官方网站,啊。 好,JCorey。 好,JCorey的官方网站。 那么的话,如果想什么呢? 想下载JCorey,是吧? 想下载JCorey的话,那么是这里,是吧? 这里有个网址,这个是JCorey的这个 版本的下载,啊。 版本的下载在这里,是吧? 这个code.jcorey.com,是吧? 好,就有点慢,啊。 好,那么的话,呃, 那么我也发给大家这个JCorey的库了,啊。 这JCorey的库就是昨天也发给大家的,啊。 今天也有,啊。 今天的话,大家就是在这个,这个相关文件里面,是吧? 这是不是有个JS文件的啊?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个JCorey 1.2, 1.12, 1.4啊,是吧? 这是1.2系列的,啊。 为什么有两个文件呢? 这第一个文件是什么呢? 是这个未压缩版的,啊。 第二个是压缩版的。 所以我们是什么呢? 项目什么呢? 在项目生产环境的时候,用这个压缩版就行了,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未压缩版的是吧? 这是它里面的这个原生,这是它里面的代码,是吧?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JS啊? 是不是JS啊? 里面是不是JS啊? 里面全是JS啊。 包括这些什么呢? 来定义这个变量,是吧? 好,那么这些JS的这些代码,是吧? 大家在两三年之后,如果想追求高大上,想提高自己的能力啊, 把他自己变得很厉害的人,是吧? 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代码,是不是这样的啊? 研究一下这个代码啊。 那目前的话是没必要啊,目前是没必要啊。 好,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代码是不是封闭函数的写法啊? 这是封闭函数啊,是吧? 这是封闭函数的写法啊。 好,这样子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JCorey啊。 那么的话,他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好,这个的话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压缩的吧? 压缩成这个,你看这个代码是吗? 这个代码压缩成这个样子,看到没有? 实际上这个代码怎么样呢? 他也压缩了之后,加了混小。 什么叫混小呢? 就是他把这个变量怎么样呢? 变成什么?A啊,B啊,C这种形式,看到没有? 这是A和B啊。 是吧? 变成这种形式啊。 比如说,他这里面是有变量的,是吧? 他把这两个变量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这个,A、B、A、C这种,是吧? 他这种,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就是让你不好读,看到没有? 让你不好读,让你不方便读这个啊。 这个叫混小。 就是我们前张代码有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是什么? 前张代码是不是都是可见的啊? 你都可以下账本地,我可以看的嘛,是吧? 后台代码你看不到吧? 后台代码是看不到的啊。 后台代码都在服务器上面,你是看不到的。 前张代码都是可以看的,是吧? 所以说它不安全。 不安全怎么样呢? 把它做一个混小。 就是混小之后的话,你这个代码是不是很不好读啊? 比如说A、B、C、D、E、FG都是这些变量,是吧? 不好读啊。 好,这个叫混小。 混小之后,然后什么? 压缩了吧? 它实际上是压缩成一行的啊。 它实际上是压缩成一行的。 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么长啊? 它实际上是一行啊,只有一行。 压缩成这样子啊。 是这样子啊。 好,这个大概有三行啊。 好,应该是它自己换行的,实际上只有一行啊,压缩成这样子。 压缩成这样子的。 压缩成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它小吧。 小是不是好家宅啊? 好家宅啊。 好家宅啊。 好,好家宅。 那么的话呢,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看一下它的容量是多大呢? 这个是95k吧。 这个没压缩的是什么呢? 就是287k,是吧? 是不是压了什么呢? 压到三分之一了,是吧? 3927啊。 压到三分之一了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好,那么这个JS的,这是关于这个JCorey啊。 好,JCorey的话,那么我们来大概来用一下它,是吧? 大概来用一下它,怎么用啊。 好。 比如说我把今天的东西放到这个里面来啊,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那么我们来大概的说一下这个JCorey啊。 好,这个JCorey的话,那么怎么用它呢?是吧? 我的页面上是怎么用它啊? 那两个关的啊。 好,比如说第一个,讲一下这个JCorey的基本的东西啊。 好。 那么第一个来讲的是关于这个JCorey的什么,加载是吧? 我们来搜一下啊,先看一下怎么用是吧? 怎么用呢?那么,比如说我来第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001啊,001,这个是JCorey是吧? JCorey啊,然后是加载啊。 好,这个002吧。 好,保存一下,是吧? 保存一下之后,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H5的文档,是吧? 新建一个H5文档,其实啊,没有什么神秘的。 它是一个什么,JS库吧? JS库啊,就是一个JS库是吧? 它是一个JS库,我们怎么用它呢? 实际上把它引进来就行了。 你呢,就可以用它了啊。 好,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啊,sq标签吧。 然后把它引进来啊。 src等于什么呢? 这个JS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JCorey啊。 那么的话,这有两个文件啊。 我们的话,如果是想看圆板的话,用这个,是吧? 那么一般我们也不看了,是吧? 那么就直接用这个压缩板就行了。 它两个功能是一样的。 一个是压缩的,一个是未压缩的,是吧? 那么深藏环境,我说深藏环境就是说最多要放在线上的。 这是什么呢? 我们就用这个压缩板就行了,是吧? 用这个就行了,好。 这个什么呢? 我把它引进来了,然后我这个页面就会用这个JCorey了,是吧? 用这个JCorey了,好。 怎么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最基本的是吧。 好,比如说我拿一个什么呢? 我页面上放一个DIV,是吧? 好,比如说这个ID什么得DIV1吧? ID得DIV1啊。 好。 ID得DIV1啊。 好,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呃,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DIV元素啊。 这是一个DIV元素。 是这样的啊? 元素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在这里的话,也可以跟什么呢? 元素的比较一下啊。 跟元素JS比较一下。 那么怎么比呢? 元素JS是怎么写的? 啊。 script吧。 script啊。 是这么写的,是吧? 啊。 好,我们写JCorey也要这么写啊。 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再写JCorey代码也需要这么写啊。 写完之后怎么写呢? 比如说元素的想获取它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呢? 用Window Onload吧。 是要获取它啊。 啊。 Window Onload啊。 Window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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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 Onload啊。 Window Onload啊。 Window Onload等于一个什么呢? Function吧。 等于一个Function。 是吧。 Function啊。 Function,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咱什么样呢? 就获取它吧。 获取它。 比如说,是吧。 ODIV是吧。 等于一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啊。 Document是吧。 Document啊。 DogatorElement。 By什么呢? ID吧。 ByD啊。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什么? DIVE吧。 DIVE啊。 好,这个是不是获取到了? 啊。 获取到这个干嘛呢? 然后我把它谈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啊,谈一下它啊。 比如说Alert一个ODIV,它的什么呢? 还有一个ODIV吧。 ODIV啊。 好,还有一个ODIV啊。 好,这个谈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啊,来做一个区别,是吧。 到底是它谈的? 等会我们用这个什么呢? 用这个JQuery也谈一下,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区别一下,是吧。 区别一下,比如说我可以这么写,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加上它可不可以啊,是吧。 比如说这是原生的,原生弹出的啊。 原生弹出的,好,这个DIV,是吧。 原生弹出的DIV啊。 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运行,是吧。 好。 好,这个是原生弹出的什么呢? Object吧。 原生弹出的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是用JQuery怎么写,是吧。 JQuery怎么写啊。 好,JQuery的话,那么是,它是怎么呢? 它这么写啊。 JQuery里面那么一个经典的写法, JQuery里面有个经典的符号是什么呢? 就是美元符号啊,叫Dollar,是吧。 Dollar啊。 Dollar,美元符号啊。 JQuery里面有个经典的符号啊。 Dollar,然后怎么呢? 这个Document啊。 Document。 Document。 然后怎么呢? 这么写,是吧。 然后是Ready,是吧。 Ready。 Ready,然后怎么样呢? 这么写啊。 然后再来一个Function,是吧。 好,这个写法是不是很复杂,看见没有,是吧。 不可以复杂,是吧。 是不是比较复杂啊? 这个,是吧。 好,这个写法在干嘛呢? 这个写法它的功能跟这个windowonload一样的啊 跟windowonload是一样的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再来看一下啊 好 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那么这个时候我想获取这个DIV怎么获取呢 啊 这么获取啊 比如说我我也这么获取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Var的话是一样写 它也是键S嘛 是吧 比如说是那么 这Cory里面的对象的话一般什么呢 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 一般的喜欢用这个多了DIV啊 这么写 是吧 那么喜欢这么写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来获取这个DIV啊 怎么获取呢 很简单啊 再看一下啊 多了 然后什么呢 这个啊 然后锦号DIV1 这么写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少了 这个是不是比这个少很多啊 就比这个少很多啊 是吧 少很多啊 好 少很多之后 那么这个获取获取完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来谈一下啊 Alt一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J.Cory是吧 J.Cory谈出的啊 谈出的 加上这个什么呢 多了DIV吧 多了DIV啊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好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两个写在这里呢 我们想比较一下啊 比较一下 看一下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这个页面啊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J.Cory谈出 这个是不是先谈出啊 然后再谈出这个吧 原生的谈出来吧 好 那么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J.Cory是比较快啊 是不是比较快啊 你看一下 我这个是不是下面写的 反而我先谈出来啊 它是不是比较快啊 J.Cory就是比较快啊 它就是比较快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是吧 比较快啊 是不是比较快啊 再看一下是吧 好 先谈出的是J.Cory吧 然后再谈出的是Window on Load 原生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这个写法是比这个Window on Load 要快的 明白没有 所以说我们实际开发中怎么样 一般是用这个写法啊 不用这个Window on Load的啊 实际开发中是用这个啊 用这个写法啊 不用这个 是吧 不用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你既然说我这个什么呢 J.Cory写的比较少吧 是吧 好 这里面有个写法是什么呢 说的是什么 J.Cory是什么 写的少做的多吧 是吧 那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比它一样的是吧 这里面有几个单词啊 一个 两个 三个单词吧 这里面也有三个单词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是不是说 比如说比它少吗 是吧 好 这里是比它少啊 这里好像比它一样的是吧 好 那它确实可以少啊 确实可以更少啊 这个怎么样呢 可以简写 可以简写啊 一般的话我们也用简写啊 这个是完整的写法啊 简写的是什么样子呢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简写一下啊 好 这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简写的啊 好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Ready 是吧 就Ready啊 这个是 这个是Ready啊 Ready的什么呢 这是完整写法啊 完整写法 这是Ready的完整写法 是这样子啊 Ready的完整写法 简写怎么写呢 来看一下啊 直接写一个什么呢 直接写一个多了什么呢 好 直接写一个多了 然后再一个括号 这个就行了啊 多了加一个括号 然后的话 就会代替在前面了 这个 是吧 然后拿一个方个选啊 拿一个方个选啊 这么 那么这外面就写好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简写了 然后把这里面东西放进来啊 把这里面的东西放进来 这是不是写的比较少啊 你看一下 这个写这么多啊 这是不是只有这么多啊 好 看一下啊 再来运行一下 好 是不是还是JQuery啊 是吧 那么怎么样 JQuery怎么样 我是不是写的比你少啊 我是不是跑的比你快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写的比你少 跑的比你更快啊 所以说为什么要用JQuery啊 是不是要用JQuery啊 是吧 啊 这原因是吧 这个是 这是一比就比出来了吧 是吧 一比就比出来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我再来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比它快啊 比它Windows Onload的快 那么我们从这个原生的说一下啊 原生这个Ready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Ready的话 跟这个Onload它的原理不一样啊 Ready为什么比它快呢 是因为什么 我们Ready是等到什么呢 等到我们页面的这个节点 加载完之后就执行的 Ready是节点加载完之后就执行啊 Onload是什么呢 Onload的话 为什么比它慢呢 Onload是等节点加载完之后 再渲染完之后再执行 看到没有 也不是完全是渲染 比如说图片 比如说一个图片吧 图片加载的时候 是不是先加节点啊 一个Image节点加完了是吧 然后这个图片本身有数据吧 这个数据是不是也得加载啊 Ready是等到这个Image 这个节点加完之后就运行了 Onload是等这个图片节点加完之后 再数据加完 然后再运行 这个是不是就慢了 是慢了啊 好 可以这么说 这大概是什么呢 Onload是大概是什么 页面渲染完才执行 Ready是什么呢 Ready是节点加载完 它就执行了啊 就是说你这个标线加载完 它就执行了 至于还有一些数据没加载完 它不管了 就直接执行 实际上的话是可以的吧 你的这个节点加载完之后怎么样 应该是可以执行的吧 是吧 因为这个标线都有了嘛 是不是可以实现功能呢 所以说这个什么呢 Ready是比这个Window Onload要快的 这样一个原理啊 Ready完整一些吧 那么的话再写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Ready比这个Window Onload要快 要快的原因 原因啊是是吧 Window Onload是等着什么 节点加载完之后啊 等一下啊 Window Onload是等 是等什么 这是标签啊 直接说标签吧 标签加载完 加载 加载完 后 加载完之后 然后的话什么呢 再什么呢 在渲染完之后啊 渲染完之后 才运行啊 Window Onload是等标签加载完后 再渲染完后 才什么呢 才运行吧 才运行啊 然后是Ready啊 Ready的话啊 Ready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等着什么呢 Ready啊 Ready是什么呢 是Ready就是等 标签加载完之后 就运行啊 Ready是等标签加载完后 就运行啊 所以说比什么 Window Onload要快啊 就运行 好 所以说它比什么呢 比Window Onload要快啊 要快 好 要快原因是是吧 原来是这个啊 好 是这样子啊 好 这是Ready的完整写法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Ready的简写方法啊 Ready的简写 简写 简写 好 Ready的简写是什么写的 就是多了什么呢 翻个写吧 多了翻个写啊 然后把你要写的语句 写在里面啊 这就是Ready的简写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什么 接Corey的加载吧 接Corey的加载怎么样呢 就是比什么呢 比我们的这个什么 这个Window Onload要快 是吧 所以说我们实际开发能怎么样呢 就是要用什么呢 用这个Ready啊 实际上是用这个Ready用的比较多啊 这样子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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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